针对新一波的立百病毒的风险 我们也已经要求 卫福部及农委会 务必掌握新兴疫情可能的发展 超前部署 蔡英文召开国安高层会议 将立百病毒风险列为重要讨论项目 要求副总统赖清德 以及前副总统陈建仁 共同主持计划 针对未来病毒发展情绪 做整体评估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 陈时中表示 立百病毒有四大特性 会让民众恐慌 自然的宿主是蝙蝠 现在大家听到蝙蝠就很害怕 因为不管是我们的SARS跟COVID-19 它的一个宿主都是从蝙蝠来的 然后第一个 它会让大家非常紧张 就是人传人 它会人传人 第三个它的致死率非常的高 大概40到40到75% 那这是非常的冲击 然后第四个 它没有药也没有疫苗 陈时中表示 卫福部与农委会及专家开会讨论 结论是立百病毒 在台湾大流行的风险人低 原因包括病毒宿主是蝙蝠 而蝙蝠不会飞太远 尽管病毒可能会传给 猪马养狗猫等动物 主要传染是猪 但台湾近年来在非洲猪瘟 管制得宜 加上对养猪场人员强化管控 能够有效降低病毒经由动物 传给人的风险 它的症状有其中一项也是发烧 那在发烧筛检战 加上适当的一个旅游室的询问 跟它的一个职业室的询问 那可以把它割 割绝开来 然后另外最重要 它并不是所谓的飞沫 或是空气传染 它基本上是接触传染 那是它的相关的体液 或是排泄物 那所以这个基本上在环境卫生 如果做好 那就大大减低了它传播的可能性 陈时中表示新兴传染病多 确实整个社会要提高警觉 他也指出人畜共通疾病 大概有两百多种 需要良好疫情监测 而民众基本卫生教育 是防范疾病最基本 也必须做好的事情 新唐人亚太电视高纪文 张云田 台湾台北采访莫德 最大的讯息 都是傅院教育 只顺着